大家好,我是Den 韩国女学星Kan Yumi 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上传过很多职业角色扮演的影片 而获得了非常多的人气 但是在前几天上传的模仿爱豆的影片 却引起了两家爱豆粉丝们的争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前几天Kan Yumi上传了模仿以没有诚意的态度 进行线上粉丝见面会的爱豆的影片 主要内容是在讲 不管粉丝问什么说什么 这位爱豆只是很敷衍的回答 这个影片也是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喜爱 观看次数一直在上升 但是在影片中 Kan Yumi创造的这位虚拟爱豆的名字 引起了一些误会 Kan Yumi利用自己的姓Kan 加上韩国普遍被通用为长得帅的男生的名字Mine 而扮演了Kan Min这个虚拟爱豆 但是偏偏在K-POP圈里 真的有使用Kan Min这个名字的男爱豆 对,就是男团PediPedi的孟内Kan Min 虽然Kan Yumi有在影片开头标注 这是虚拟人物跟实际业界人士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就是因为影片太火 导致搜索Kan Min的话 关键词就会出现 Kan Min粉丝见面会 Kan Min啊请加油 Kan Min线上见面会 Kan Min正义 而影片底下的推荐影片 也会出现PediPediKan Min的推荐影片 甚至还在影片底下的留言区 那些整天等待机会寻找攻击对象的酸民们 也是趁机留言抹黑Kan Min 导致PediPedi的粉丝们也都非常伤心生气 之后Kan Yumi马上留言置顶 会将爱豆的名字改成别的 想到爱豆圈有那么多 趁机想要创造争议的黑粉的话 在制作这类型的影片之前 确实是需要先搜一下有没有壮名的爱豆的 但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女仇网站的那些人 就算没有壮名 也会想尽办法创造争议的 昨天在Yumi马上有几个人开始策划 想要把Kan Yumi的这个影片 造谣成是参考了NCT的成员而制作的影片 并分配了假装是NCT粉丝 路人的角色来带风向 然后他们先是剪辑了这个动图造谣说是 粉丝在问真的真的最讨人喜爱的人士的时候 NCT且像眼睛都不看着粉丝 只是没诚意地竖起了拇指而已 之后在他们自己的文件名字都没换的状态下 就上传到女性时代后造谣 唐云米士参考了NCT的影片 真的是完全一样 也上传到Twitter上了 这个动图实际上是粉丝要求Chan 不管自己说什么都要回答Chan 然后最后再问真的真的最讨人喜爱的人士的时候 Chan会回答自己的名字后 害羞地低下头给粉丝竖了拇指而已 虽然事实是这样 但是就是有一些跟风 还有假装被带风向的黑粉们 就趁机在论坛等地方自导自野 这个影片是在模仿NCT吗 为什么留言都是NCT粉丝们在骂呢 导致路人们以为NCT的粉丝们真的在骂Chan 而且在影片底下也出现了很多指责Chan的留言 整理一下就是 著名黑粉论坛的使用者们创作制作了Chan Chan的这个影片是模仿了NCTChan的争议 然后把制作的动图上传到各个论坛 女超网站Twitter上 而突然被中枪的粉丝们很冤枉的在解释 这些内容跟动图都是被造谣出来的 但是那些人却把NCT的粉丝们做成是 在Chan影片底下留酸言的粉丝团 误导路人们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正常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是疯子们的集团 他们怎么还不消失呢 都有多少亿人受害了 还在那里这样呢 连路人都知道体验对粉丝们很好 我家爱豆也被女性时代造谣过 所以正不像是别人的事情 真的希望SM能够他们 感觉越来越严重了 虽然都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 但是还是想要再强调一下 包括Tanku频道的影片 当你看到什么争议的时候 不要先把答案定下来直接就去相信 一定要听完两遍不一样的意见之后 再自己去判断 千万不要让别人的理由来决定自己的想法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国家Pick的男爱豆 当然 说到国家Pick的爱豆的话 这几年提到最多的团体是Pantan跟Exo 但是 还有一位韩国网友们都是一面倒认同的男爱豆 这位就是Shiny Mino Mino也常常被邀请在有关国兵活动的行程 长得帅又是大人们喜欢的长相 就算换了政权 下一年还是一直都被邀请 不只是单纯长得帅 是跟这种正式的场合非常相配的长相跟气氛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